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天果 哈喽大家好我是蘑菇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就给大家录一期有关于我们最近的一个首饰分享 然后这时隔一年之后我们俩人又把自己新买了一些什么首饰拿给大家说 如果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不要忘了给我们弹幕然后投币然后点赞 关注我们哟 好那我们开始呗 我们先说哪个 先说耳朵上的 行那先说耳朵上的吧 我最近买的是就是我们俩人去泰国的时候 然后为了去夜店买的那个 这牌子叫什么 欧度 对对对 然后好像丢了一副 它是一连三个的 然后是这种大的 像宝石的那种 对丢 就是大的宝石像这种 然后我手上是两个 还有两个颜色 一个偏紫的 一个偏香槟的 然后它就看起来比较复古 然后就是大大的一个 也不是特别重 就是穿个小黑裙 穿个裙子 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然后是我的泵迪的系列的 泵迪呢就是 不灵不灵嘛 然后我都买了这种 是那种 长的流苏的那种钻的 然后它是 就是这块有一个丁 有一丁 然后底下是两根 一个长一个短的 就这种 就是一般你就把头发给散下来 然后你 我觉得其实一边就够 然后另一边 你可以就是放一个 就是那种耳丁款的 然后你这样一把头发往一边离书 把这边一露出来 就还挺妩媚的那种 我觉得 还有女人味 而且这种长的是还挺修脸型的 但我脸已经很长了 所以短脸的 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这种长款的 会把你的脸型稍微修饰一下 然后 我耳丁就是 然后还有 就是我已经好像很久都不戴耳丁了 因为我耳洞不怎么长上 然后我也有点懒 然后 我手上还有就是 在一家买的这种小的 就是日常可以不摘的那种 然后买了几款的 今天就带过来一款比较喜欢的 就是 许愿谷的这个 哦 那个叉条 对 就是 这也太小了 这怎么给你们看 对 它是一个许愿谷的这个 形状 然后就特别小 然后就你晚上睡觉吧 什么的 不用摘 对 不用摘 不会觉得个的 然后 我觉得这种小小的上班啊什么的 带着就挺好的 就是那种 它还稍微有一点小设计感 就是让人家看的时候 也觉得还挺好看的 没看着的时候就非常的低调 对 我觉得上学也可以的 上大学这种 然后它是银的 就是你是敏感体质也OK 然后下面呢 就是 还是说一个比较夸张的吧 就是这样的 这个属于 类似于巴洛克的那种感觉的 就是 是一个比较复古的这种 然后它 前端这块是有点像珍珠的那种 旁边是金色的 有一个花边 然后这个其实你如果穿个那种小黑裙 然后比较简单的话 然后你戴一个这种 还挺好看的 这个很夸张的 一般耳试 我都会搭配非常简单的衣服 就是单一色系的 就是要不然就会显得太乱 对 很奇怪 做我的圣诞树也不是很好 然后就是我今年买的耳试特别少 我今年就没有什么 没啥了 我最近还买了一波 然后呢 就是 就是这个说过 这个说过吗 这个 这个没说过 这个我先买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一个 就是 这是有点耳试的那种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珍珠的那种 不管是白的呀 粉的呀 然后因为它那珍珠光泽 我是很喜欢的 然后它这个是 它就有点色差 跟我看的那个 卖家秀的那个 你看它现在是有一个 就是发现橘色的 但是 但是我当时 但是我当时看淘宝上 它那个 这个 它是有点那种粉 偏粉料的 然后但是它这有点 发现太橘了 但是我觉得 远处看还是挺好看的 这就是很小的那种 然后跟我原来的那种耳钉款的呢 它又是有点拙拙 它还会晃动一下 就是感觉看起来还挺灵动的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再来呢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是 就是这种小钻的 这就是这种小钻的 然后它是有三个钻 然后它是金色的 有那个小边边 这个也是那种 就挺低调的 然后戴在耳朵上 它就是那种闪闪的 但它还有一点设计感在里面 就还比较好看 然后再来呢 也是比较小巧的 这个是 就是那天 我被求婚的时候戴的一个 它是这种 它是这种半边的 然后上面是这种 金色底的小碎钻 好 然后它这个戴在耳朵上呢 就是好像它是圆的 然后但是它又是那种半边 有点弧度的 就还挺好看的 这个就是显得比较高级 然后 然后它这个戴在耳朵上呢 就是感觉比较小巧 还挺有气质的那种感觉 还挺好看的 再来呢 就是一个 比较有设计感的 这个我可以戴上给你们看看 它是 它是一个月亮 看到吗 它是一个月亮 然后里面有一个小钻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是个像水冰月似的 好 耳钉 我姐基本上就说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目望 进入项链混机 耳钉 我们两个这期 其实还是有一个植入的 但我们的植入非常的 这个场景 我们两个的植入始终 都是这一家 因为有好多 其实就有好多牌子 也找过我们 但是我俩都觉得 就是它的这个 整个的调性 和品质 就不是我俩平时 会用的东西 所以我俩就都没接 然后像就是 他们家的这个首饰 就质量啊 然后还有设计 我们俩都挺喜欢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接 这同一个客户 同一个金子吧 对 然后 然后这回也找他 就是选了 他们家又上了新款嘛 然后就 我们俩又去选了 自己喜欢的 然后 我选的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 不对称 就是一个不对称的 就一个环在上边 一个环在下边 然后里头有个小珠子 这珠子还是能活动的 这是魔物选的 然后我选的呢 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这个我也选了 就一个小金片 然后上面有一个大珍珠 巨大根的 我这只耳朵就给大家戴这个 那个是就是那种特别 法式气质的那种感觉 我这耳朵眼儿好久没戴了 有些紧 我也是 我都找不到出去的通道 我今天这头发 有点露不出来 我这个就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他这一季上新的 我觉得都是一个 这种珍珠 然后搭配这种 玫瑰金颜色的这种风格 还挺好 我觉得这个 就是挺夸张 然后你就穿这种白色的衬衫 然后就有一种那种 法式复古的感觉 好呗 那我们下边说项链 然后我的项链 就是我脖子上这个 简直是我们弹幕里 最常被问起的 几样东西 只眼有 也有磨过项链 但其实我们上一期 视频中说过 对 就这个我这是每次都说 这个就是 施华洛世奇的跳动的心 不要再问了 不要再让我弹幕里头看了 又有问他的 说明你们根本没有认真 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就是 除非你们看的不用心 不走心 对 就这个确实是我最常戴的 因为就是反正 他也穿什么都OK 然后我也很少摘 对 我觉得摘项链挺麻烦的 然后我这个耳朵就戴上 我觉得还挺好看 然后我的项链 也就是原来一般 我都会戴这个 就是Tiffany的 对经典的那个 小蓝鑫 小蓝鑫 因为这个是我男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 得对焦 对 这是我男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 然后我今天我换了一个 是我新买的一个 然后它是一个玫瑰金的 这块有一个钻 然后它下来 这块还有一个钻 我觉得还挺适合 就是搭配这种衬衫 领的比较大的这种 我觉得还挺好看 是不是你们看不太轻 因为太白了 对 就是我的还挺好看 然后我之前还买了一个小银项链 然后这个给它戴上去 但你今天穿的衣服不太好展示 不太好展示项链 有点随性 你这是不是有点像抽壳的那种感觉 它是一个 它是这样的 它是两边是一个 不要慌 十字架 然后下面是一个双层的细的脸 我围你 我的脖子 它会很紧吗 不会 就这样 是一个 以为我戴 看不太那种 也看不太清楚 就大概进度 就是到这 那它那十字架 是在你的侧边 然后有两个细细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有点小朋克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而且它双层的 我就觉得还 就是挺好看的 然后 层次感 那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项链摘了呢 是啊 然后我还有一个项链 这个项链就是 在这个网站上买的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网站 给它打在这个上面 瞎了 算了 瞎了 瞎了 我都不给它解开了 反正它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罗马字 对 然后它是一个金色的 我觉得这个 就是配这种衬衫啊 然后黑裙啊 还挺好看的 它这个厚度也是有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 你这个是纯金色的 然后我又选了一条玫瑰金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接近于choker 它的长度特别短 然后就是那种紧贴着你的这个 这个下缘的这种 就是一些小三角 链上有几个 然后就会有点亮亮的 那种 就它的 它还和你的链重合上 还挺好看 对 因为它这个小三角 它就会 闪亮亮的 对 就还挺 但我带着不然像狗链子 就因为它下边还有一层 就有点看不太出 这就是牵着我 往那边走的 对 然后它就 它是有一点小性格的那种 然后就可以配一些裤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挺适合穿 就你老爱穿那种挂脖的那种 连衣裙啊或者什么 因为它正好就 就在上 对对对 挂脖的 它有的时候你戴稍微长一点 它就看不见了 对 好 然后 对 这就是项链 然后下面我们进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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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环呢 其实我上一次就 就跟谭家要的就是这个手镯 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摘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钉子弄掉了 然后所以我那手镯就戴不了了 这次他们现在又让我选 然后我就又选了和上次一样的 看来你很喜欢 对 就可见我有多么爱这款 就是它是一个 下边是弧形的 然后上面是平着的这样的设计 然后这 玫瑰金色 然后玫瑰金色 有一个小螺丝钉给它钉上的那种 对 然后我洗澡什么的都戴 然后也没有掉色什么 好 我的呢是 是一个这个样子的手链 这个样子的手链 然后它是一个金色的吧 应该是 还是玫瑰金的 金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钻 就是还挺好看的 就很简单 然后戴在这 就是很细细的 就感觉这个人特温柔 然后呢 再来呢 我还买了一个 是这个样子的一个 像手镯一样的 手环 对 因为它这有一个这个结嘛 我正好 我正好就是有一个那个 有一对耳环 然后也是就是 是这个结的 然后我想说 就正好就可以配一套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戴上去 没见过都开了 然后它这个它这个戴上去吧 它这块是有一个吸血石 然后你给它就是 一碰 一碰扣上 它上面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小的 小的那种扣 小大扣 然后你给它再扣上 就是双层保鲜 我觉得就这个还挺好看 而且它是这种金色的 你是不是戴法子 是吗 你给它戴手腕 哎呀 然后就这样 我觉得 就是还挺简单的 然后还挺好看 这个手链就感觉很温柔 然后这个呢 就感觉很有气质的那种感觉 有点像女墙这样子那种 对 这个就比较有存在感一点 那个手链是那种 若有若无的存在 然后手链没有了 我还有戒指 然后戒指 我其实一直都是 戴这个左手的食指嘛 然后我的几个戒指 之前是那个贝壳款的质款 然后那个是之前 我俩去云南的时候丢了 因为它有点松 然后后来呢 我就先买的这个宽的 黑的 也是应该是在视频里 最常见的 就是这个 就基本上给大家展示 东西的时候 都会出现的一款 然后后来呢 我又看我朋友 带了一个细的 我觉得特别好看 就也是黑的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细的 要比那个宽的 要显手更修长一点吧 然后同时 我还买了他们的白色的 白的也挺好看 就都是这种非常非常细小的 然后我觉得还挺脾气之类的 它就超便宜 好像就十几块钱吧 但是我带出去就跟朋友玩什么的 还被那种 我在国外搞设计的朋友夸说 哇塞 你这戒指真好看 这个脾气之什么的 我自己就暗暗的想 十几块钱 到时候我们就把 现在能买到的 就是还有的 我们把它的那个 点铺名称打在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推广的这个牌子 然后还是有我们两个的 折扣码 就是我们的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的折扣码 就是用我们的折扣码 买可以有85折的优惠 然后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可以去看看 还有些手表啊 我觉得还行嘛 就比如说像这种 就是200出头 100多200 然后你再打个85折 100多钱 我觉得还可以 对质量还挺好的 就是它的这些 金属啊什么的 都还挺有质感的 还挺厚的什么的 行呗 那这期我们的 手势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再赞一波 回头再给大家分享 好 然后就比如说 像我的这个钻件什么这些 大会我就统一 然后挥总 放到我的那个 有关于就是 结婚打的 就是婚礼 被婚的这个里面 跟大家分享 好呗 像这样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